大家好 欢迎收看GTuber 今集和大家去到深圳罗湖商业城 一间拥有30年经验的 爱慕世光眼镜店配眼镜 除了经验丰富之外 还有高科技验眼机 同常还有4间分店 上支镜片应该怎么选择 真假镜片到底怎样分 验眼又可以有多高科技的话 就记得看下去 这间爱慕世光眼镜店 就在罗湖关口旁边的罗湖商业城 出关之后上一层 沿路直走到这个门口进去 一直走到尾就到 全程不用5分钟 方便到极点 进到店铺 就已经见到有很多不同款式的镜框 摆出来 原来不止眼见的那么少 打开柜桶 加上有个千款的镜框可以选 老人家可以选择这些款 弹性比较好 不容易脱色 不小心压到都没那么容易 出汗多的朋友 选择这些镜框款就对了 这些时尚款 就适合喜欢打扮的你 这款还双转的 小朋友都有不少选择 这款可以有助稳定性 不会那么容易跌 走型格路线的话 又怎么少得太阳镜呢 就连滑雪镜这里都有 是不是太多款不知怎么选好呢 不要紧要 有什么问题就找职员帮手 他们会推介合适的给你 这里镜框连镜片 最便宜80元就有一副 配漸进镜的话 199都已经有得交易 看完镜框 是时候看镜片了 国产镜最便宜由80元起 漸进的话199就搞定 漸进加变色加上防蓝光 都只是698元 想要品牌的话 彩斯 伊士路 Koya 这三大品牌当然不少 就连被誉为是镜片界中的 盧斯来斯 来自德国的 罗敦斯德都有 夏天太阳这么猛烈 又经常出入冷气地方 当然要选些 有变色和防务功能的镜片 要有齐这些功能的话 首选当然是选伊士路镜片 漸进加变色加防务 都只是1196元 Koya 漸进镜 看东西的范围会广阔一点 580元就已经可以配到 要追求极致效果的 就选择罗敦斯德 聚焦会比其他牌子好价 这个就不和大家说价钱了 因为买得它的人 价钱已经不是考虑因素了 不过 真是令亚珠巴大开眼界 原来靓的镜片 可以去到十几万一对 WAT 还贵过相机镜头 虽然是这样 但这里都有4.8折优惠 和大家回家抱一下 究竟不同级数的镜片分别在哪 一般来说分别在于清晰度 视线广阔度 和镜片厚度的不同 特别的就像Koya这款儿童镜 专为小朋友而设 可以防止近似度数快速加深之余 还有银泥子涂层做抗菌效果 真是適合小朋友 如果在6个月之内 近似度数加深超过50度 唐方会免费换过一块合式的镜片给你 可以见到他们对这款产品是几有信心 价钱由1592元起 又以罗敦斯德的漸进镜为例 左边是普通漸进镜片可以看到的范围 看以下这三样东西就知道了 第一样就是 看看有没有官方的授权证书 第二就是 每块镜片的包装袋上面 都会有个二维码 可以上官网查 第三样就是 镜片会印了品牌自己的logo 只要细心看一下镜片上的角位 或者用电筒照下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具备了以上三样条件 大家就可以放心买啦 看完镜框和镜片就去验眼了 验眼之前 大家记得订阅、分享和留言点赞GTuber 多谢! 还有按下个铃铃 那阿珠巴有新片出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 谢谢! 这里的验光丝全部都有了正书价 四间分店总共有七位验光丝 人多时都不怕要等很久啦 这部就是由韩国进口的验眼机 老板说要三十多万 可以验到白内障、非蚊症等眼疾问题 这只小眼睛的眼睛就是阿珠巴的眼球 原来阿珠巴有非蚊症 黑色一点点那些就是非蚊症的现象 幸好的是除了这个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问题 验完眼阵问题之后 当然要验近视和散光度数啦 现在验眼原来就这样看着相机就可以 内面会播些用来验眼的图像来做测试 验完度数 就用这部在2018年拿过德国红点掌 价值十几万的相机 来调整眼睛和镜片之间的对焦点 拍完相机后 就在屏幕上对回瞳孔的大小 镜片距离等的数据 那就知道对焦点应该要做在哪个位 还会当面型的参数 令到配戴那时会更加舒适 真是要多谢他们今次的邀请 如果不是 我也不知道原来现在配眼镜已经是这么先进 选择好所有东西之后 付钱最快半个小时就可以拿货了 这里的收款方式 无论是用港币、人民币、电子支付或设卡都可以 选品牌镜片的话 一个星期就可以拿 没空上来拿?不要紧 他们可以寄来香港给你 还包括运费 收到货之后 如果觉得有问题 30日内可以免费重新验眼 镜片在90日内 不是人为损话的话就可以换 镜框就保你180日 当然都是非人为损坏 阿珠巴既然是受他们的邀请 当然要帮大家争取福利 无论在这里买任何价钱 任何款式的眼镜都可以得到 镜片清洁剂 印有深圳地铁路线图的眼镜布 眼镜螺丝批和防霧眼镜布 这块防霧布很神奇 抹完之后就有防霧效果 还可以抹到大约100次 除了今次介绍在一楼的这间铺之外 三楼还有三间分店 这两间在三楼叫做轻易眼镜的眼镜店 都是属于他们的 一个地方就有四间分店 可以见到他们是多么有实力 这间外目是光眼镜店 除了地点够方便之外 还有30年的丰富经验 再配合高科技的精密仪器 令到配出来的眼镜更加准确之余 配戴感亦会更加舒适 价钱就不用说了 差不多只是香港的三分一 在这里说点题外话 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香港的眼镜店 连同那些品牌镜片厂家 一起打压内地的眼镜店 我其实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自己不长进 就要去打压别人呢 难道打压了给你进步的人 利益就会回来你的岛 与其花时间和心思在这些卑鄙手段上 不如想想如何创新和改善更好 不然的话就只会越来越退步 差距越拉越远 到时真是全行占卖都行 今集就到这里 下集见 拜拜